一定心疼他怎麼不心疼 你每天這樣紮針 一次要紮幾次 他願意陪我去嘗試這一條路 他願意忍受他的痛苦 這就是我要謝謝他的地方 看到那兩條線的時候 我真的是當爸爸的 大概有八到九年 各方面都蠻有嘗試 你想得到的都有啦 去拜拜啊 做各式肝臟檢查啊 中西醫啊 針灸啊 調理的各種 就是一直檢查不出 我們到底出了什麼事情 一直沒有懷孕的檢治 北部也是啦 然後再往下一點 桃園也是啊 彰化也是啦 我們也很認真地跑了 但也都沒有 所以後來 我們就想說 全任台中也是我的 娘家在這邊 那就當作每一次回來看 都是回娘家的感覺 就是不要壓力這麼大 所以其實我通通都不敢自己打 然後都是把爸爸幫我打 但印象最深刻的部分就是 我有一次是完全取不到人 對那一次是蠻驚訝 怎麼會這樣 是不是真的 我的身體真的到了 沒有沒有辦法就是 可能很順利懷孕的這個狀態了 對 連驅卵的過程都是這麼的 這麼的艱辛 對然後所以 那時候 其實那一次回去的時候 也有 有很失望 但也有想說 我前面都已經努力了 如果後面 就直接放棄 是不是 有點可惜 我如果不知道我接下來要做什麼 或是我真的不知道 這個 做這件事情到底為了什麼 所以你就會一直覺得說 知道對不對 我到底是不是值得 所以我們每次都會討論說 我有什麼樣的疑惑 就是進整節的時候 把問題提出來 就是 解決心中疑惑 就會覺得比較有信心 那我們既然說來到這邊 我們就是百分之百交給 李院長 確確 或許他真的是神話一哥啦 然後或許他真的是看著 出去怎樣 你就照做就好 運氣好的是 在這半年之中 一次 就 你自己叫道道 這個過程其實是很辛苦的 但我覺得配合這件事情很重要 對 有些人可能覺得說 醫生講醫生的啦 我做我的 但最後結果不是你要的時候 你就會又返回去責怪 但是如果你真的按部就班 做到最後的結果不是你要的 你才會再回去推的時候 你會知道說原因到底是什麼 我們一直去修正那個 前面沒有做好的部分 最後才會得到好的結果 第一個你要相信自己 第二個是你要相信醫生 給你的這個療程 是針對你的部分 所以我覺得 我們都想要得到 就是寶貝在我們的身邊 所以前面這一段是必須 大家必須辛苦一點 努力一點 一定會有好的結果